好啦 你們都已經有帳號了嘛 對不對 每個人都是登那個 伺服器了 對不對 這樣非常好 那個 會不會上傳啊 資料會不會上傳 有沒有人教你們的 快樂凱傑在嗎 搭公車還沒到 搭公車還沒到 好吧好吧 阿你們為什麼搭不同的公車 那我回來了 搭公車 其他人要先去中單 然後搭乱 喔好好好 那沒關係 就這個樣子 好啦 那我們今天要上第七課啦 這個 第七課 就是我們之前有講到的 就是深度學習有很多問題 對不對 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就是梯度消失問題 我們網路永遠就升不了嘛 對不對 那現在的這個神經網路 動不動就一百成 就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最近的paper啦 映竹看起來有看那樣子 你最近報的三篇paper各幾層生 頂多十層 頂多十層 欸 十層被你講沒那麼深講 好像你訓練的出來十層的網路 喔 好吧好吧 沒關係 就是 十層其實 呃 如果你 在我們這節課上課以前喔 十層生的網路你也不見得訓練的出來啦 欸 這個我們有試過了嘛對不對 十層其實蠻深的 雖然如果你用那個什麼Bench Normal加Aden啊 這樣應該是有機會啦對不對 但是也沒有那麼簡單 好 我們今天要講的就是 要全部解決方法要怎麼解決這樣 好 那這個 喔 原來是在這裡 好 這個 過渡擬核的解決方法很多了嘛 對不對 我們學了一大堆 那這個 呃 梯度消失問題 現在只有 Redu Bench Normal Aden也可以 這樣子 拳動數十化問題我們先不談好不好 下一節課再來談 好 那我們現在 一千層生的網路 我們現在是沒辦法訓練的嘛對不對 這跟運算資源無關喔 我當然知道你們沒有那麼多運算資源對不對 不過你們現在都有運算資源 對不對 不過你們要知道你們所有人共用的是同個GPU喔 你們有人用了就 效能就會降低這樣子 好 那 這個 如果說 我需要把這個 梯度消失問題解決齁 我梯度消失問題主要 主要的 就是 我們現在先思考一下 主要出現困擾的地方在哪裡 是不是在反向傳播的時候啊 比較前面的這個Layer 它 因為 會經過非常多非線性轉換的 導函數 那每經過一次非線性轉換的導函數 它是不是就 梯度就有可能會消失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那 所以如果我可以讓 就是 比較前面的層 有梯度 那這問題是不是就解決了 至於這梯度 呃 要怎麼 就是 要怎麼 產生 就是 我們可以再想個方法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理解我在想什麼嗎 好 那同個時間我問一下 大家有沒有 一個 大家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喔 是 其實 如果按照我們之前的經驗啊 這個 兩層深的網路有沒有辦法做預測啊 舉例來說我們之前不是預測那個 IS的資料嗎 對不對 一層深的可不可以做預測 可以 對不對 兩層的可不可以 也可以 對不對 三層的也可以 對不對 所以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 其實 雖然我們最後可能要有十層深的網路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們最後是希望用十層深的網路 可是我們可不可以一層一層訓練啊 舉例來說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先訓練一層 那 反正一層深的網路也可以預測嘛 對不對 等到他預測完了之後 我們再 Based on他再來訓練第二層深的網路 那這時候第一層 的部分 他T度消失了就消失了嘛 這樣懂我意思嗎 有聽懂我意思嗎 大家都沒有反應 你們 你們覺得有沒有辦法接受 就是這個網路 可以分開訓練這件事情 就是我先訓練 我先訓練 我先訓練這個 誒程式會不會寫是一回事喔 好不好 程式會不會寫是一回事 我們 可不可以先 我們如果 今天 這個 每一次訓練的時候 是不是會得到一組參數 假如說我今天訓練一層深的網路 那中間的那個 X到 X 就是Data到這個 第一個 Fully Connected 的這個 中間的這些參數 我訓練一層深的網路也可以得到 訓練兩層深的網路也可以得到 對不對 他們的Shape是一模一樣的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我今天如果想要訓練一個兩層深的網路之前 我先訓練一個一層深的網路 那訓練完了以後 我就把那個一層深的網路訓練得到結果 把它直接放到 兩層深的網路裡面的第一層去 就是我不要全部的參數都隨機出實話 我在那個部分 我是用剛剛訓練完成的結果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這樣子的話 等一下我在訓練第二層 兩層深的網路的時候 假設很不幸的 在第一層深的網路發生的T度消失 他不會更新權重 那這樣會不會 這樣子會不會就好一點了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有嗎 你們大家聽得懂嗎 林欣 林欣 你聽得懂我在講什麼 你用你的話講一次 蛤 蛤 好的不行啊 那我要寫黑板啊 對不對 這個 我們可以這樣看 這個 這個 我們 就想一個兩層深的網路就好了 好不好 兩層深喔 沒有很深 就是 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 Data 它是X吧 對不對 然後X是不是要乘上個W 我們把它叫W1 好不好 它是不是之後會產生L1 這樣可以嗎 那接著L1 這個 再經過一個 非線型轉換函數 通常是S型函數 我們得它H1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接著 這個 假設 再經過一個 這個 Fully connected 就是 這個 H1 W2 等於L2 H2 這一個 再經過非線型轉換 H2 然後 接著 在下一個 這個H2之後 我們再把它做輸出好了 比如說 我們 我們做這個 Softmax好了 H2 好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 喔 不是直接做Softmax 這個H2 這個非線型轉換不能直接做 我這樣寫不好 這個 這個X2 應該要再經過一個W3 W3 然後 它 這個 它可能產生叫L3 然後 L3 再去做這個 再去做這個Softmax OUT 好 那這樣一個網路 我可以直接訓練嘛 對不對 好 那我來問一下 這個X Data假設 假設 它這個是樣本數 N 乘以4 這個W1 的Shape 假設是4乘以10 好了 這個4乘以10 在這裡的話 參數就是Number Python 的10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Number Python 的10 非線型轉換不用管 沒有要訓練的東西 對不對 那在這裡 所以 這個W2 它的Shape 是長什麼樣子 這個H1 的Shape 是不是N 等於10 所以這個W2 假設我還想要傳 就是 通常都我們隱藏成 數目 神經元素 好像都一樣嘛 對不對 是不是也是N等於10 所以這裡的 矩陣 是不是10 等於3 N等於3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我們同個時間 假設有另外一支網路 這個網路是L1 XW1 L1等XW1 H1等於XL1 一樣喔 然後L2等於H1 W2 然後我們L2就直接出去了 比如說Out Soft Max L2 好 來 同樣的X X的矩陣形狀 是不是N 乘以4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我的隱藏成 中隱隱藏成 假設10好了 這個W1的 維度是不是同樣 4乘以10 N等於10 這樣可以嗎 然後 因為這個 這個L2就要接 Soft Max了 所以它N 所以這個矩陣的形狀 要多少 是不是10等於3 可以接受嗎 那 這樣子 右邊的網路 是不是比左邊的網路好訓練 因為它乘數比較淺嘛 可以接受嗎 那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這一個形狀 這一個 W1的這個形狀 它是一樣的 可以接受嗎 你們聽得懂我在講什麼 可以接受 W1的形狀是一樣的 那W1的形狀是一樣的話 我們之前要訓練這個網路的時候 有哪些參數需要訓練 W3 W2 W1 對不對 怎麼訓練 全部一開始隨機出實話 可以嗎 全部一開始隨機出實話 對不對 那這樣是不是就可以 這樣是不是就 然後就開始訓練 然後我們發現W1 常常會遇到T2消失問題 對嗎 可以接受嗎 這個我們之前做實驗都做過了 對不對 這邊有沒有人不能接受的 好那我們現在想法是這個樣子 可是這個淺層深的網路比較好訓練 淺的網路比較好訓練 對不對 那淺的網路這個W1不會遇到西度消失問題 那我可不可以把 先訓練一個這樣的網路 訓練完之後把這個W1直接貼過來 把這個W1直接貼過來 所以 這個網路在開始訓練的時候 就只剩下W2跟W3是隨機出實話 W1沒有隨機出實話 W1我可以直接用它的結果貼過來 這樣懂嗎 並且我還可以做一件更神奇的事情 好不好 舉例來說 理論上W1容易貼住消失 它可能不太會變 對不對 我強迫它消失可不可以 我可不可以強迫它消失 當然可以阿 怎麼強迫它消失 就每次更新的時候 它都減0阿 這樣它是不是強迫消失了 那我W1是不是永遠不會動 可以嗎 可是我W1已經不是隨機值啦 所以它上來的 它出來的這些值應該是有意義的 所以我W1就不用動了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或者是 我based on這個的話 這個H1 這個出來的這個H1 它顯然 跟Output是有點關係的 不是亂數 所以出來值比較不容易被 假如說被什麼 你這邊經過Sigmoid 是不是很容易要嘛變0要嘛變1 那既然它比較接近Output 它是不是比較容易 介於0.5附近 比較不容易 要嘛很小要嘛很大 總不會一出來就成個負線大之類的吧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 這樣的技巧你可以接受嗎 一層一層訓練網路 這樣 這樣的技巧 我們來想一下這樣的技巧有什麼問題 這樣子 我是不是 我現在訓練 我先訓練一層身的 這個 我先訓練 這個 兩個W的 再訓練三個W的 然後我可以把第一個取代掉 再訓練四個的 然後我可以把第一個跟第二個取代掉 對不對 那這樣子 永遠我是不是都只要訓練最後兩層 對嗎 是嗎 那這樣子好讓T2超是問題就解決了嘛 這樣有什麼問題 這樣方法有什麼問題 來一個一個講好啦 來海倫 什麼叫左邊很多 左邊假設100層 右邊是不是就要99層 對啊沒有錯啊 可是99層不好訓練 我就再訓練個98層的啊 98層不好訓練 我就再訓練一個 就是要做一層的吧 對不對 只是要做很久嘛 對不對 除了時間問題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海倫提出一個時間問題 好不好 來我們繼續往右 來 映如 你剛剛也在想這個問題 你覺得這樣的訓練方法有什麼問題 好 好像沒有打到Keypoint 來 繼續 下一個 因為他 我覺得他應該是 左邊那邊 他 他 他就像 那個很容易整頂 感覺 好像那個 整頂 整頂 就是那個 因為他的 L1已經設定 原本右邊的程序了 所以 他L2在 下邊好像知道 就是 那邊 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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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大家都沒有任何idea了 來 繼續往下 沒有任何idea 雲層還不要把他表現的意見 那個 你剛剛發現前面幾層的教會 前面幾層 你想要表達什麼 來 講講 如果有信誠一層的訓練的話 會不會有 分數 喔 不會有交互作用像表達這個嗎 我覺得這個答案有一點像喔 你有沒有要引申一下 林一心你有沒有講一下 這個策略看起來很完美嘛 對不對 沒有任何idea 好 沒關係 不要講 那我們現在來思考的問題 好不好 你們有沒有曾經 這個 我們 右邊這個model 我們左邊這個先不談 對不對 右邊這個model 那如果只有經過一層的話 理論上它就是線性模型 對不對 你們有沒有曾經啊 在做統計分析的時候 發現一件事情 這個 這個 舉例來說 a跟b這兩個變相 你在 單變相分析的時候 都 舉例來說都沒有關係 都不顯示 他們兩個就是一定要有交互作用 才有辦法分析 你們遇過這種例子嗎 好 你們如果沒有遇過的話 你們再看一次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 我研究所上課的時候 我給過 這個是 case control 喔 不要了 我不要將case control 好了 這個是 a變相 這個是 b變相 positive negative positive negative 這樣可以嗎 然後 在 a證 b為證的狀況下 他case case 我這樣寫好了 case 100個人 control 0個人 這樣可以嗎 這個control case 好 我這邊就寫 100 0 0 100 這樣可以嗎 0 100 好 這樣可以吧 所以這兩個變相顯然決定呢 case跟control 是哪一組對吧 如果他可以兩個一起看的時候 這可以接受嗎 那 如果你只看b的時候呢 這兩個格要相加嘛 這兩個格加起來是不是只有100case 100control 這兩個變相 然後negative的時候一樣這兩個相加嘛 100case 100control 對吧 a的時候呢 100case 100control 對不對 100case 100control 你發現了什麼事情 有一些東西 有一些變相 這個 他如果 單獨看的時候 可能是不重要的 就自己 自己跟y 是乎關的 從什麼角度看都是喔 你怎麼從 你看b 看a都是喔 對不對 當然是一個很特殊的數學例子 但是他們兩個合在一起的時候就會有這個 就會有這個 很明顯對alcon是有很強的預測能力的 對不對 好這個東西啊 就是剛剛講那個交互作用 這個就是有點像 對不對 好那這個東西 暗示著什麼事情 我們會不會從那個 一路這樣研究所的課這樣上上來 然後你就會了解 左邊 右邊這個策略有什麼問題 好如果我要完美預測的話 我要完美預測的話 對不對 是不是我需要有交互作用項 我怎麼會知道有交互作用項 我怎麼會知道有交互作用項 就是 x a跟 a b 跟y 的關係 我怎麼知道他要有交互作用項 我不知道 對不對 我沒有辦法預先知道啊 對不對 a跟b跟y 可以有任意的關係 可以是個二次四 可能是個三次四 還記不記得在研究所的時候 我們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東西叫什麼 這個東西叫特徵工程 對不對 我們怎麼做特徵工程的 在研究所的時候的課 在那個上學期的課 我們怎麼做特徵工程 忘了 我們那個時候用support vector machine 對不對 那support vector machine可以幹什麼 還有印象嗎 誒要不要講一下 忘記了 哇那這樣 那你這樣沒有怎麼會貫通啊 來 support vector machine它可以幹什麼勒 它可以把數據 從低微空間 投影到高微空間 它其實就是幫你做特徵工程 它最離譜的狀況下 它投影到的空間可以有幾圍 上限是幾圍 蛤 你要不要講一下 它可以投影到幾圍去 三圍 三圍 二圍投影到三圍嗎 林辰你要不要講一下 忘記了嗎 無限多圍啊 那無限多圍的空間 它當然用了一些方法去表示好不好 那 我們現在的問題是 那 它投影到無限多圍 那它每一個圍度都怎麼去產生出來 有點亂事 對不對 它都隨便亂事不是嗎 這樣可以嗎 它隨便亂事啊 它 有一些可能是這個 平方 有些可能是箱層 有些是什麼 這樣子 那個 Kerno Function 什麼的 回去複習一下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我們現在知道這件事情 如果我們今天想要用 現有的資料要好好預測Y的話 要好好預測Y的話 我們特徵工程一定要做好 如果特徵工程做不好 好 那這個 這個 呃 預測絕對不會準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這個可以接受吧 好 那我們Support Vector Machine 投影到無限多圍 所以可以解決這個 特徵工程的問題 我們現在回到多層感知機 多層感知機 它做特徵工程的邏輯是什麼 多層感知機 是不是可以做非線性預測 這個我們前面一直在證明這件事嘛 它做非線性預測 只有 非線性預測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先做特徵工程 請問一下它做 它怎麼做特徵工程 在多層感知機在做的時候 怎麼做特徵工程 它怎麼做特徵工程 來 明星 它怎麼做特徵工程 這是這學期課程的內容 如果你上學期比較偷懶 你這學期總要知道吧 它怎麼做特徵工程 蛤 你問我說它怎麼做特徵工程 你回到非線性轉換 不知道要怎麼回應 非線性轉換是多層感知機 WALK最重要的原因 但是 它怎麼做特徵工程 有沒有人要回答的 這太難了 沒有融會貫通 它弱聲音想要回答 它怎麼做特徵工程 我想會也是因為它 那個 就兩個直徵工程 有非線性轉換 但是 有非線性轉換 所以它最後可以非線性轉換 這個我們可以接受 我現在想講的是說 如果今天 我完全不知道該怎麼做特徵工程 我直接用多層感知機去做 的時候 那為什麼它就可以找到 那個正確的特徵工程的方法 這個問題你都沒有辦法回答嗎 那我就要回答 可是因為我想到說 就是比較接近後面的 它是比較高階的特徵 那當然是這樣啊 問題是一開始 為什麼會有低階特徵呢 好 沒關係這個問題 如果螺螢神都沒有要回答 這個問題的確很難 好 可是我可以跟你們講 答案是這樣子 答案是 就是這樣 在最開始的時候 因為我是隨機的 所以我隨機的做了一些特徵工程 初始的特徵工程 有一些就做得比較好 有一些就做得比較差 做得比較好的 梯度自然比較大 然後它就會去更新它 這樣懂意思嗎 因為它是隨機的 所以說 這個 有一些就是 有一些就會做得比較好 有些就會做得比較差 這樣懂意思嗎 你們為了要證明這件事情啊 回去可以做一個實驗 這個實驗是什麼勒 就是 我來 我們來做一個 我們就做一個很簡單的實驗就好了 我們今天 這個是X1 這個是X2 然後 然後 好 我們這邊用X1 X2 X3 然後 出來就是OUTPUT 這個OUTPUT是 這個OUTPUT是 是二元的喔 好 它就講這樣子就好了 所以 這一個網路架構 這一個網路架構 非常的簡單嘛 大家都看得懂對不對 這個網路架構 可以允許它做三個特徵工程 三種特徵工程 第一個是它 第二個是它 第三個是它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你今天的數據 假設你的數據 假設你的數據長這樣 回去自己試喔 好 假設你的數據長這樣 呃 就是 兩條斜線 好 這個藍點在這裡 然後黑點 紅點在這裡 好 我們就 我們這個軸標畫到這裡 好 就畫到這樣子 這樣的數據阿 是不是兩條直線可以把它割開 我沒有辦法用一條直線 可是我可以用兩條直線把它割開 對不對 懂嗎 你要設計一組 data 可以用兩個直線把它割開 好 這一組 data是不是兩個直線把它割開 而這兩條直線的斜率 因為數據是你產生的嘛 你一定可以預先知道這兩條直線的斜率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那 來 這兩條直線的斜率阿 你故意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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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填在 這裡 跟這裡 欸 就是 H1 你把第一條直線的斜率 把它填在這裡 把第二條直線的斜率 填在這裡 所以 意思就是 H1跟H2特徵工程會做得很好 那H3 你就給它隨機數 你會發現件事阿 這個H3 有沒有都沒關係 這樣懂嗎 那你會說這個是因為我預先給它啦 對不對 那你可以再做一個實驗 就是你在做隨機數的時候 因為這六個數字是隨機給的嘛 對不對 你故意在最開始的時候 讓某些直 某兩個直 你可以指定神經元的兩個權重 某些直就比較靠近 就要這兩個 它的這兩個直就比較靠近這條線 它這兩個直就比較靠近這條線 它就會往那個方向走 好 你們可能數學透視能力還沒那麼強 那就 那就要透過這個實驗 所以說 呃 如果你到這裡阿 還有一點點勉強跟上的話 你就知道權重隨機出實化這件事情有多重要 隨機出實化 我才有辦法隨機的給予特徵工程 除非 除非 我很肯定 本來的特徵工程 就已經做得非常好 這樣懂我意思嗎 如果不敢肯定本來的特徵工程做得很好 那 用隨機的 會比較好 因為它可以自己選 對不對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 右邊這種方法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這個方法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假設 假設你的 東西就是很複雜 假設我隨便講的 我們之前不是搞影像 這個影像 那個 那個 784個 那個pixel 那個pixel level data有意義嗎 幾乎沒有意義阿 那盒體來看才有意義嘛 對不對 它的第一層 直接 你直接 它的第一層直接去predict 你覺得它predict準嗎 它準才會鬼 對不對 這樣懂我意思嗎 它為什麼準 是因為不斷的往高階特徵抽馬 所以你第一層 做完之後 你就把第一層的結果fix住 那based on 個不準的東西 繼續往下 它會變得準才會鬼耶 這樣懂我意思嗎 因為特徵工程做得不好 這樣懂我意思 因為你一開始的那個output 就是不準的阿 你一開始第一個model 你這個model就已經不準了 這個怎麼可能會變準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說這個方法最大的問題 在有一些特徵工程 這個權重要隨機初始化 這件事情不是 不是 不是我們不知道要用什麼初始化 所以我們才隨機的 是隨機有它的意義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說 右邊的方法 這個方法其實並不是很好 這樣懂我意思嗎 可是這個方法有什麼優點可以值得我們學習 就是我們的確在model裡面 我們要給初始的data一些踢度 對不對 而且對於比較淺層的 比較淺層的這個網路來講 它有可能有一定的預測能力 但是我不要它就fix住了 你懂我意思嗎 我不要它就fix住了 你懂我意思嗎 可是我不要它又fix住了 我要它更新 可是它又會踢度消失 它又沒辦法更新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現在的解法是什麼呢 你可以看一下 現在第一篇 這個2014年 這個google paper 它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當時它的網路就22成生 在2014年的時候 它的解決方法是這個樣子 這個圖現在大家看得懂嗎 從左邊開始 data從左邊開始進來了 這個圖從左邊開始進data 它是不是這個 黃色的部分就是softmax 它是不是每隔幾層 就softmax出去一次 那softmax就是可以分類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在google這一個網路 實際上是不是 同時有三個地方可以做預測 分別是淺層 中層跟深層 最右邊就是最深的那個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我在訓練的時候 我在訓練的時候 我把三個合在一起訓練 跟我分開訓練 我們一開始的idea是分開訓練 一開始我把這裡遮住 我這裡全部遮住 然後我先訓練完 然後這裡固定住對不對 這裡固定住了以後 我把它fix住 然後我再訓練這一個 那這一個拿掉 然後我訓練這些 這些參數 接著我再把這個拿掉 這個接過來 再訓練這些參數 這樣就會遇到我剛剛的問題 對不對 是吧 因為它不會變了 它特徵工程不會做得好 對不對 那如果一開始直接這樣做呢 這樣做有什麼好處呢 這樣做 我是不是 同個時間 這些都是隨機值 這些都是隨機值 這些都是隨機值喔 但是 這個 我同 我這裡 這一個 對於這個layer來講 它是不是可以接收到它的T2 這樣可以嗎 這麼遠的我接不到沒關係 可是我可以接到它的 這樣可以接收嗎 那 同樣的 在這裡我可能就可以接到它的 我不用接那麼遠 這樣可以接收喔 好 那這樣子的網路我們要怎麼設計呢 來看著這裡 這個 這個函數要先貼一次 好 這個函數在這裡應該就是完全一樣的 好 產生資料 喔靠我居然沒有寫數學式喔 這麼難過 好 我沒有寫數學式 我們就直接看那個 Architecture好了 我們把Data 把它放到這裡來 這個是Iterator的部分嘛 Data在這裡 然後 Iterator在這裡 直接複製貼上喔 好 OpMiner我們用SGD 為什麼咧 我們就是要故意用SGD的 因為用SGD我們才能夠 顯示出我們解決方案的強大嘛 對不對 如果我們用Aden的話 你不知道是Aden解決了 還是SGD解決了 好 我們在ModelArchitecture這裡啊 看著我們怎麼做喔 在最開始的時候 這是不是一個 一二三三層深的網路 對嗎 這樣可以接受嗎 三個隱藏層深 總共四層 總共四個Fully connected 對不對 這個四層深的Fully connected的網路 我們直接做Training 我們直接做Training是不是Training不起來 這個Training不起來可以接受嗎 因為他就是太深了嘛 對不對 注意我現在Training的網路是哪一個 看這個 這是我現在正在Training的網路 他是不是練不起來 好啦我不練了好不好 我就是 居然給他放一千代 實在太多了 好啦不想看他了 好那他Training不起來對吧 可以接受嗎 那我們要怎麼用前面這個Solution呢 前面這個GoogleSolution是不是 潛程 某個地方我就要Output出去一些 某個地方我就要Output出去一些 你看這裡喔 來看我們怎麼做喔 我們現在改Architecture 好看著 我這裡Architecture 我本來FC FC是從Data接過來對不對 接過來以後 經過飛行轉換ReLU ReLU1 在這裡是不是又給FC2接 這樣可以嗎 然後FC2給 再經過飛行轉換變ReLU2 ReLU2 FC3 FC3 ReLU3 ReLU3 再給這個 欸 欸 好這裡少個一層欸 這裡理論上要FC4的 好啦我不管了好不好 這個 這個 範例程式沒有寫好 在這裡 來注意一下我怎麼去 Repeat了Google的方案 在這裡 ReLU1本來是直接接給FC1 FC2對不對 我在這邊給ReLU1 再接一個地方 ReLU1 注意ReLU1是不是有兩個 ReLU1是不是有兩個 我把ReLU1給FC1OUT 而這個FC1OUT FC1OUT 我把FC1OUT 給...喔這個程式沒有寫錯 因為FC4被我改成FC3OUT 這個程式還是一個四成聲的網路 這樣可以嗎 這個FC1OUT接的是ReLU 然後這個FC1OUT直接過Softmax之後變成Softmax1 這樣可以接受嗎 同理會有Softmax2跟Softmax3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樣可以接受 那... 注意喔 那我的Softmax layer 它是1%的Softmax1 加上1%的Softmax2 加上98%的Softmax3 所以 大部分的預測能力是從哪裡來的 是從Softmax3來的喔 對不對 Softmax1跟Softmax2 它基本上 完全沒有用 你可以理解吧 它基本上完全 就是如果今天這個網路要預測的時候 Softmax1跟Softmax2 只有在很少很少的狀況下 可能會影響結果 大部分狀況下 都被最後一層的結果影響 對不對 好可是你注意喔 這邊是1%跟98%的差距 可是你要知道 如果我只用Softmax3 是不是很容易T度就消失 我這邊做一個實驗喔 我現在就run喔 好它一開始的時候 T度還是不是很穩定喔 還是會消失 欸怎麼那麼慢啊 它是要到第幾代才會好啊 它要到第五百代才可以不消失喔 好 我們在等它訓練的過程中 我們來想一下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喔 來 因為阿 對於這個Softmax1來講 對於這個Softmax1跟Softmax2來講 它所傳達的T度是不是這邊往下 因為這個Ready1可以同時接到哪邊 哪兩個T度 是不是一個是從FC2來的 一個是從 FC1 Out來的 而FC1 Out來的 離 離這個奧康很近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離奧康很近 它T度就不至於太小 對不對 那這個離得很遠 從這條路這樣過去離得很遠 它是不是T度就很容易不見 那它T度歸零的時候 是不是這裡還有一些動力 讓它去改變它的T度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這邊如果改變了一些T度了以後 很有可能 從這個角度來講 它T度就不會消失了 它T度不會消失的時候 因為這邊佔比98% 所以它主要T度來源 就是來自於這個 來自於這個最後一層 這個Softmax3來的 也就是它會去修正它 所以你這樣的模型架構 它的好處是什麼咧 當我T度真的完全消失的時候 我不至於Model就沒辦法訓練了 我可以從淺層深的Softmax1 跟Softmax2 提供些微的T度 多些微呢 1%的T度 1%聽起來很少 可是跟0比起來 還有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 跟10的-7四方 這種數字比起來 1%其實已經算很多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1%的T度其實非常夠 但是啊 這個 當這個它稍微動一下之後 讓T度不會消失了以後 這個Softmax3 因為它佔比98% 大部分的T度來源是它 只要它能夠提供一點點的T度 它的T度就會壓過前面的T度 而FC1 就可以往正確的方向走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你注意喔 它開始優化 它開始往正確的方向優化囉 它大概四五百代的時候 T度開始上去之後就很穩定了 這樣可以嗎 看著喔 好它Lost開始在降了嘛 對不對 好我們這邊就不跑完了 那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編寫的網路有點複雜 這裡是用回圈的方法完成它啦 啊你可以 你可以改變這個Wait啊 改變這個 改變這個 就是 呃 改變這個層數這樣子 這邊三層嘛 然後這邊Wait的數目嘛 這個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我們就是 我們 就是 不特別介紹 因為我們之前就介紹過 怎麼用回圈寫這個 怎麼用回圈寫這個 就是網路了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重點就是你要改名字嘛 你這個名字可以一直一樣 可是你這裡名字要改 這樣可以嗎 這樣才可以用回圈寫 好 那我們這邊實驗不重複啦 喔原來我的數學式寫在這裡 我剛剛就想說 我 我通常做這個時候 我一定會寫數學式啊 好不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數學式 我們就解兩層的 O1 O2 它有兩個S對吧 然後這兩個 O1 跟O2 比起來 這個有個浪達 浪達像剛剛就是1% 比方99% 對吧 浪達是1% 1%的潛程梯度 好他已經訓練成功了 這邊看的到吧 他已經訓練成功了 好這個1%的梯度 99%的梯度 這邊可以看一下喔 這個O最後是1%的O1 加上99%的O2嘛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那我們現在來還原一下 整個例 當浪達等於0的時候 是不是O1就不見了 O1不見的話 這個跟O1有關的 這兩個是不是不見了 所以當浪達等於0的時候 這其實就是一個標準的 兩層升的 網路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是一個 會梯度消失的網路 來 所以說當浪達等於0的狀況下 這個 W1的這個梯度 他是一路這樣傳下來的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是當浪達等於1的狀況下 這個W1的梯度 是這個 這樣傳下來的 是跟O1有關的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這個浪達等於0 跟浪達等於1 這兩個是非常極端的狀況 所以這個梯度 注意我現在highlight到這個部分的梯度 跟這個部分的梯度 當浪達等於0的時候 就完全是他 當浪達等於1的時候 就完全是他 所以這個浪達就直接影響到了 他百分之幾來自這個 百分之幾來自這個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如果他 浪達這個參數 實際上從梯度的角度 他是去 分配梯度 就是你的梯度是百分之幾從A來 百分之幾從B來 這樣可以接受嗎 他從梯度的角度是這個樣子 從預測角度也一樣 從梯度的角度是這樣 所以說如果我要提升優化效率 我要怎麼辦 因為這個 這個從這邊來的會消失 我要提供的話 我是不是要加大這個 可是加大這個的話 準度是會變差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是 如果我這個搞得很小 那我優化效率是不是很差 你看 我要優化到 四五百 五六百代的時候 他的梯度才起來 Loss才真的開始變成 這個才變得夠小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所以說 這個Solution 的問題在什麼 問題在於 這個浪打 他不好控制 這個浪打是一個超參數 我們之前學到的超參數已經夠多了吧 對不對 這個浪打又是一個超參數 我們要 調整這個浪打 我們才可以讓 這個網路的優化效率 和這個 和這個 他最終的結果 的準確度 是有一個平衡存在的 然後最後 預測準確度高 這樣可以嗎 好 那現在有個問題 如果你直接 就是你這樣run完之後啊 你直接把這個model拿來做predict 欸靠 居然是可以 太不給面子了吧 這個model 這個model 欸 喔這裡 這裡不能用softmax layer 算了算了算了 欸這就神奇啦 喔 我在這裡的時候 喔 因為我在這裡的時候 把softmax layer 我把它改掉了 我在這裡啦 在這裡的時候 他只能夠用第三層的做輸出啦 嘖 我這個 這個程式沒有寫好 等一下你們repeat 這個walk repeat完了以後 你們可以看一下這個練習 他會有個錯誤訊息 不過 這個錯誤訊息的 主要問題是這樣子啦 我可以直接跟你們講答案 這樣你們比較好找 現在你看 我現在把它list 這裡面是不是有fc1 bias fc1out bias out weight out bias 跟out weight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 fc2 out bias 跟out weight 這些 這些東西嘛 對不對 這個東西你必須要把它刪除 喔 我知道我要怎麼把那個錯誤訊息叫出來 我把model裡面的 這個 改成 改成softmax 3 因為這樣我才百分之百的用softmax 3來預測嘛 對不對 我這樣預測完以後 我predict就出不來結果了 出不來結果的原因是因為 你可以看他的警告 你不應該存在這個fc1out bias 跟fc1out weight 為什麼呢 因為在softmax 3這一個 architecture來講 他並沒有看到這兩個 這樣懂我意思嗎 他沒有看到的話你就必須把它刪掉 刪掉的方式是這個樣子 你要把 好 跟 這個fc1out 跟fc2out 這些 這兩個把它刪掉 刪掉了以後 現在 你看他這裡 他就沒有這些了 他沒有這些的時候 你就可以拿來做預測了 好這樣可以嗎 你們試著 repeat一下這個work 在這一個小節 我們主要想要講的是這個 T度消失的這個第一個solution 好不好 這個solution 不用學的特別認真 那程式的部分 我們稍微run一下 大概 七分鐘的時間 兩點半的時候我們繼續 好啦我們剛剛已經示範過那個 就是怎麼解第一題的答案 第一題其實就是 並不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 你只要記住一件事情 就之後如果你設計比較複雜的model 然後你發現你的output 跟你的 就是出現這樣的error訊息的時候 就代表你的那個 model 你的那個 模型裡面的參數比那個 實際需要用的還要多很多 那這樣子的話你就需要做一些改變 對不對 你要把某些刪掉 刪掉的方法有很多啦 這個 這是其中一種方法這樣子 好我們來解決 我們現在學到一個東西就是 第一個是 我們透過改變loss來傳遞T度的方法 這樣很不錯 注意一件事情喔 這個 改變loss來傳遞T度 就是你的loss 像我們剛剛那個loss 就是一個組合loss 對不對 把三個loss合在一起 那這種組合loss 在之後喔 之後可以說是非常常用喔 就是你可以 你可以改變那個 就是你可以透過就是 改變你的loss function 在某些時期用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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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方法非常的常見 而且很有可能可以改善你的performance 好但我們現在要講的是 這個方法有三個缺點 這三個缺點就是 第一個你發現 呃對預測一定會造一些干擾嘛 然後第二個那個浪打不好選 對不對 最後一個 你有沒有發現這跑的實在是世界慢啊 你們看一下這個 有時候跑到100多個樣本 這個簡直 100多個樣本每秒 這個速度簡直就 慢得太離譜了吧 對不對 而且我還是用Server 那這個問題 為什麼 為什麼他會慢 你們用想的也知道 他要計算的梯度好多喔 對不對 然後有一些 有一些地方的梯度又 就是又佔的權重很小 其實有他沒他是一樣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想個辦法 一定要找到更理想的方式來傳遞梯度 好不好 那你們也不用想啦 因為你們想的出來就神了 好不好 你們如果 不看答案想的出來 那這個 諾貝爾獎直接頒給你們好了 對不對 好我們來想一下 這一個 這一個研究 這一個研究 我們來看一下他到底目前被引用幾次好了 我每 每次上課的時候都想看一下 你們這輩子看過 被引用最多次的paper是幾次 被引用 你平常有沒有在看paper啊 我會注意他被引用幾次 真的喔 所以你有沒有感覺被引用幾次就很厲害 如果是十四年的話好像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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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概念 我記得當年過了三四四年多 我記得十四六年 十四就很多了嗎 你們要不要有 你們要不要 你們真的覺得十四就很多了嗎 這兩萬多了 蛤 這兩萬多嗎 我們按Enter看看 喔四萬 2016喔 2016 4萬喔 你們知道這什麼意思嗎 我懷疑一件事情啊 是 整國防疫學院所有2016年到現在的研究全部加起來搞不好都沒有4萬 欸搞不好 一定是沒有4萬啊 有沒有4千我都不知道 一定是不可能有4萬的啦 好 那這個 4萬 4萬真的是非常多啊 這個研究非常的重要 我們來看這個研究到底解決了什麼問題好不好 這個研究 最重要的他就是解決了T2消失 然後他的網路啊 他在比賽的時候網路有1000成生啊 這個 1000成生的網路 Performance啊 百分 那個錯誤率百分3.57% 比這個 去年的冠軍 將近降了百分 將近降了百分之五十啊 這樣 就是錯誤率降低超過百分之五十啊 那 我們來看他怎麼做的 好這個 這個圖啊 來有沒有人 有沒有人想要看這個圖 然後就可以說他在幹什麼 我們現在開始學會這個 看圖就是看那個人家畫網路圖了嘛 對不對 黎一星你覺得如果以後 你在工作的時候 有人丟一篇paper給你 叫你repeat他 然後你就看到他 那篇paper上面畫的這張圖 請問一下這代表什麼意思 你要怎麼改 no idea 有沒有什麼idea 我們要不要直接看這篇paper啊 這麼屌的paper 我們要不要來看一下 這邊圖都在這裡啊 有沒有人要好好的這個 看一下這個圖 這樣是什麼意思 印竹你看得出來這是什麼意思嗎 他會把圖都在場地的地圖 然後這個圖都直接丟到 所以要怎麼改Arctature 光看這個你看得出來要怎麼改嗎 好沒關係 算了 這個很太難了 好不好 我們來直接看答案 好不好 我們來看他其實這個樣子 用顯數學式就比較簡單了 這個本來這個 x 經過這個線性轉換 就是過了w1 以後變l1 對不對 l1經過radio變h1 本來h1是直接 進到下一個 linear function 對不對 現在h1先跟x加在一起 先加起來變成r1 r1再進入下一個linear function 然後 同樣的 h2本來是直接進到下一個linear function 對不對 h2先跟上一個input r1加在一起 變成r2再進入下一個 所以現在 這一個 這樣一個 這樣的一個組合 我們現在把它叫做一個module 之後你會發現 之後你會發現 神經網路都是以module的形式來repeat的喔 module 中文叫模塊 好不好 這個 這個 你會發現以後都是以這樣的形式來repeat 那這樣的形式啊 這樣子 這樣子的形式 這個 就是有什麼缺點呢 就是我h1跟x要可以加在一起 要可以加在一起 那他的形狀就必須完全一樣 不然怎麼加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他們的形狀必須完全一樣喔 不能不一樣喔 必須完全一樣 但是 這個完全一樣是不是問題 來我們來回頭看一下這個網路 來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的 H1他的形狀是甚麼 N乘10嘛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這是N乘10對不對 H5呢 H2是不是還是N乘10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都是N乘10 因為你的 隱藏可能都受10啊 所以這兩個是不是相等 所以說 我們實際上在做那個多層感知機的時候 曾經有人這麼無聊 就是 假如說 第一層用7個 第二層用8個 第三層用9個 D4 D4用10個嗎 有這種4嗎 好像沒有這種人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 當然我們假設有一個 100層深的網路 其實我們中間很有可能通 都是用10嘛 對不對 那他的shape就會完全一樣 其他是可以加起來的 什麼意思呢 我們現在來修正一下這個網路喔 來 這個 這個 X跟H 維度不一樣 所以沒辦法加 所以H我們直接丟過來 對不對 丟過來到L1 L2 H是不是剛剛的Input 這樣的一個東西 是不是一個Module 看著喔 這一組 這是不是一個Module 喔 不不不我狂錯地方了 不好意思 靠 那這個 這樣麻煩 這不好插耶 好 這樣是不是一個Module 就是H1進來 H2出去嘛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現在 根據剛剛的解說 我們認為Input跟Output要加在一起 所以我們這邊產生一個 這邊產生一個叫R2等於H2加上H1 這樣可以嗎 R2等於H1 H2加上H1 接著 這裡的Input 變成R2 這樣可以嗎 他改變就只有改變這個 改變這個影響有多大呢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改變這個影響有多大 就是我們來算一下T度傳導 你就知道了嘛 來R2的T度是多少 R2的T度絕對不會消失嘛 對不對 這是一個 R2還會消失 這個就不太可能 對不對 因為R2是一個很淺層的 東西 所以R2可以 R2可以利用就是 損失函數去改變 把約分約掉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R2不會消失 那W2呢 W2是不是R2直接一路這樣接下來 這樣就有W2的T度了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那接著 R1的T度是怎麼 R1的T度是怎麼來的 R1的T度除了從 W2的T度以外 他還從R2接受到的T度啊 為什麼 來看著 R1 是不是由H1跟X所組成 不是 應該說R1 是不是同時出現在兩個地方 一個是 R2自己本身 一個是從這裡過來的 R1是不是有兩個地方 兩個地方 它是不是有兩個接口 所以它有一部分的T度 可以從R2來 有一部分的T度 可以從L2來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R1有一部分 從L2來的T度在這裡 從R2來的T度在這裡 所以R1的T度 比起R2的T度 它是不是只會變大 不會變小 可以接受嗎 R2的T度 只會比R1 R1的T度 只會比R2來的大喔 不會比R2來的小喔 那這個W1 他接的T度是誰的 他接的T度是R1的T度對不對 所以透過他的這個方式 我們看下一頁好了 透過他的這個方式 你發現了什麼事情 你發現 原來 T度會消失 現在變成T度 永遠不會消失啦 因為每一層的T度都比 就是往回傳的過程中 越往前面T度越大 本來是越往前面T度越小喔 現在變成越往前面T度越大 事實上真的有變大嗎 變大不是會T度爆炸嗎 每一層的學習率 不是應該不一樣嗎 他真的有變大嗎 他其實沒有變大喔 因為做一件事情 因為正常來講 那個T度應該正向跟反向都有 對不對 正向跟反向都有 所以他只是有一個Variation在那裡 期望值為0 兩個期望值為0 變異數 只是原來的變異數是0 原來 這個東西 假如說他的兩個Part裡面 這個可能期望值是0 變異數是0 那他就消失了 因為他永遠都是0 對不對 他這個可能是 期望值是0 變異數是2 所以說你把兩個 兩個期望值為0 變異數不等的分佈 加在一起的時候 他其實並不是數字變大 而是變異變大 變異變大跟數字變大是兩回事喔 他的希望值還是0 T度是不會爆的 你們知道兩個常態分佈加起來 呃 覺得說一個常態分佈變異數為 我們來看這個好了 我覺得你們好像不知道這件事情 RNO、RM 100個 SD 等於 SD等於 10 這個東西產生100個數字 RNO、RM 這樣子如果我去計算SD的話 VARANCE的話 這樣是不是100 這樣可以接受嗎 你們看得懂我這邊在寫什麼嗎 隨機產生100個隨機數 然後想去計算他的VARANCE 這樣可以吧 如果我把 一個變異數為100 和一個變異數為25的 變異數為25的這個 常態分佈加在一起的話 他的變異數 他的變異數就是125喔 我這邊如果夠多的話就是啦 好不好 我這邊1000好了 125 這樣可以接受嗎 知道我來做什麼嗎 我想告訴你們是 但是他的平均數是不會變的喔 他的平均數還是 他的平均數還是0喔 這樣可以接受嗎 變異數 兩個分佈直接相加 變異數會變大 但是這個 而且是直接相加 這樣可以吧 不過當然他們不見得是常態分佈啦 好 那我們來想一下 這樣的一個式子 R1 我們其實可以把它展開嘛 展開變成 H1加W H1加X 這裡變成 H2加 H1加X 對不對 那這個H2 是不是又是一個很複雜的組合 因為H2又牽涉到了H1跟H2的結合 所以說 如果你把整個式子展開 這是把整個式子展開的結果 這個L3就是最後我要做 SIGMOID OUTPUT的結果嘛 對不對 你把整個式子展開的話 你會注意到 這個X啊 X這邊是不是有一個 非常大的 這個 部分 是 加上 這邊前面加什麼 不重要嘛 這邊有一堆複雜的東西 對不對 那在最後它是什麼 X乘上W3 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 你們看到這個東西 你們就知道一件事情了 以往 以往 這個 以往 這個 我們的這個X啊 是不是都是 給W1去乘 他對 他跟最終結果的這個關係 都是 跟W1有關 然後W1算完之後 他再做一些 他再 給W2做一些修正 再給W3做一些修正 那個W3啊 跟X一點關係都沒有了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可是你把這個式子展開來之後 你會發現什麼 這個X變成是跟W3最有相關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W3反而才是那個 直接去 跟X有絕對相關的那個參數 對不對 其他的反而跟X沒有那麼有關 也就是說 現在我X 我要做特徵工程的時候 反而是先 先對他做W3的運算 W3的運算做完了以後 我再去加些有的沒的東西 把它做修正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以前的特徵工程是 X先跟W1做 先進預測 做完之後 做飛行運轉換 做一些特徵工程 往下繼續做 現在變成反過來了 所以這個 這個東西我們叫做 residual net residual learning 這個東西啊 為什麼他被叫 residual learning 因為他本來 他本來是 一路特徵工程往上 現在變成 我跟最後一層先做一個 先進預測 跟最後一層做一個先進預測之後 剩下沒辦法預測的部分 我再一路往前 慢慢的丟給W2 再丟給W1 讓他一步一步再做完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完全聽不懂 不知道我在攻三小 好 這個 怎麼樣 你們要討論嗎 看不懂我在說什麼 好我們再重新講一次啊 就是 X本來要預測 這個outcome的時候 他是先給W1 進行這個 飛行運轉換 特徵工程對不對 然後他再一路往下 現在 你把4展開以後 你發現 X 其實最有關係的是W3 他跟W3直接 線性相乘起來 左邊的部分 左邊的部分 其實就是一些 額外的額次嘛 對不對 X 如果要做 X跟outcome的關係 他的線性關係 是由W3來滿足他的 而剩下非線性的部分 才是由其他part去滿足 所以他其實 本來是跟W1做線性預測 現在變成跟最後一層做線性預測了 所以他變成最後一層做完線性預測之後 一路往前丟 再做殘差 再把 沒辦法由線性預測的部分 做 預測 沒辦法由線性預測的部分 沒辦法被線性回歸所解釋的部分 是不是叫殘差 這樣懂的意思嗎 所以這一個網路的結構 他為什麼叫 Recidual Learning 來看一下這邊Paper的名字 好不好 Deep Recidual Learning Deep我們就不用翻譯了 對不對 他為什麼叫自己 叫Recidual Learning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他其實 學的真的是殘差 這樣懂的意思了嗎 好 那當你知道他是殘差之後 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把我們的網路 改成了七層生 我們網路改成了七層生 差別在哪裡咧 我們的Radio2 我們這邊把它變成3 我們的Radio2 要經過 要到下一層之前 我們給他加上個 Radio2和Radio1 把它加在一起 變成Plus2 這樣可以嗎 那Plus2往下傳 這個 Plus3 等於 Radio3加上 Plus2 注意 這樣一個三個循環的結構 我們現在把這個東西 叫一個Module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個Module 它的Input 是Plus2 它的Output是Plus3 Plus2 Plus3 就要等於Input 加上 跟它的線性轉換出去的結果 這樣知道了嗎 這是一個循環結構 這是一個循環結構 注意喔 由於現在的神經網路 都是同樣的Module 不斷循環 所以可以把它寫成回圈 這是可以改成回圈的喔 因為我只要改這裡的名字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我們現在再來做一次Run 好 有沒有發現 我們是用SGD優化的喔 SGD優化即使是七成生的網路 在這樣的結構之下 它仍然是有辦法預測的 可以嗎 你們有注意到嗎 它有辦法預測喔 雖然它的這個 梯度不是一路往下 它有時候會稍微晃動一下 但它的確是一路往下喔 好看到了呢 它梯度雖然Y7080 但它是可以優化的喔 你如果是一百成生 它一樣可以優化 這樣可以嗎 而且看一下它的優化效率 它的優化效率 仍然是蠻高的喔 對不對 雖然有時候還是一兩百 但是這是一個七成生的網路 剛剛只有三成生 這樣知道嗎 好 所以這個方法 可以訓練得更深的網路 可以訓練的速度更快 這個 訓練代數也比較快 它只要一百代而已 而且它梯度很快很快 它就有梯度了 它會沒有梯度的那些部分 好像也不太重要 反正它有直通通道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現在要做一件事情 這個model裡面 這裡面有很多參數 請你利用這些參數 重現推理過程 主要來說 我們把第一組 第一組 第一組 data把它拿出來 它的預測結果是 93 936 061 0002 002 你把這個預測結果 把它預測出來 就是 試著重現 recision net的結果 這樣可以嗎 就是推理喔 你們只要重現推理的過程喔 這部分 給 實驗加上推理的過程 我們給大家 這個 12分鐘的時間好了 好不好 3.5分的時候繼續 好 這一個 這個過程喔 如果你之前 已經對多層感知機的 這個推理過程 非常熟練的話 你就知道 先 相乘 加上bias 出來之後redu 然後 它唯一的差別在 後面的幾層 多出了plus2out plus2out 等於redu2 加上redu1 對不對 啊 plus3out等於redu3 加上plus2 對不對 這樣子最後出來的結果 就會一模一樣 好這樣可以嗎 這兩個答案是一模一樣的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那個 有了 這個 recision learning之後啊 現在如果真的用回圈寫了一個 注意喔 用的是sgd喔 寫了一個20層生的 神經網路 漲成 在這裡 這是一個20層生的神經網路嘛 甚至我還可以做什麼事勒 我把這邊改成10好了 好不好 這樣就是這裡就10層 中間都10層生嘛 對不對 最後才是 最後才是這個 呃 喔這裡這裡 這裡不能亂改 這裡這裡plus2 plus2 這形狀要一樣 欸 那我就改這樣就好啦 這裡這裡改10啦 這裡改10啦 這裡改10這樣就可以了 好 這個 喔那這個plus就要再接一個 再接一個那個 啊算了不改了不改了不改 好這樣子 這個是一個20層生的網路喔 20層生的網路一樣可以優化喔 你們看我用的是sgd喔 我沒有作弊喔 看到了嗎 踢度那個loss一樣在減少喔 loss一樣在減少 20層生的網路一樣可以優化 那我們這個就 我們這個就讓它繼續跑就好 看到了嗎 它就優化下來了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 residual learning這個技術非常的重要喔 印竹你回去看一下你的paper上面 它有沒有畫這個 一定有 好不好 這個 你有 你有看到 你有印象喔 你對這個有印象是不是 所以有沒有發現人家的paper都非常advance 好這樣知道了嗎 現在已經2016了啦 事實上這個 那是2016的paper 現在都已經2020了 如果你還沒有用到這項技術的話 那應該就... 2018 那2018的時候就有了嘛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個技術的更新是非常快的啊 那個... 好啦算了 我們不要...我們現在有錄音不要亂講話好了 總之就是技術的更新是非常快的 好不好 不要笑那麼開心好不好 好 這個 那個... 那個... recidual learning有什麼缺點 它是不是 shap要完全一樣才有辦法相加 可以接受嗎 shap要完全一樣嘛 所以說 在做這個... 卷機神經網路的時候 那怎麼樣recidual learning呢 卷機神經網路常常會把shap改變嘛 對不對 卷機神經網路常常會改變shap啊 所以說 呃... 它的特徵圖會隨著卷機的進行越變越小 不是嗎 那我要怎麼辦呢 那它就必須要使用一個東西叫padding 這個padding的意思啊 就是我把周圍補0 這樣假設我本來是一個28x28 經過一個5x5的卷機器是會變24x24 那如果我padding把它周圍都補2 變成... 32x32 那它... 再卷完是不是 一樣也是28x28 那它... 要補的那些值就通通都補0 這樣就可以了 好不好 這就是padding 它補0又有什麼問題 補0又有什麼問題 來 有沒有要回答它補0有什麼問題 補0可能會有什麼問題 要怎麼解決 我們就...我們其他的都不講 我們就光看這個圖就好了 我們想補0或... 這樣一張圖補0會有什麼問題 沒有任何人有想法 羅里森你有沒有想法 這個會... 還是會影響他 影響什麼 因為如果很深的話 你會加了很多人 就是外面會越來越... 你說卷積合很大的話 可是我說... 一樣... 一樣都是33x 可是因為你疊的時候 過程會你疊0 他padding也不可能padding太多啊 好了...但... 補0... 那不然我們換個問法好了啦 我們引誘你們一下 你們覺得補0比較好 還補平均比較好 好來 覺得補平均比較好的舉手 覺得補0比較好的舉手 為什麼只有一個舉手 為什麼只有一個舉手 明星發表一下意見 補0跟補平均哪個比較好 補0會比較好 那... 羅里森你覺得補0比較好嗎 補0 為什麼...那我問你下次啊 我問你這件事 嗯... 今天假設我把這個數字 所有數字喔 我乘上1000倍 他都是正數喔 這樣你覺得補0跟補平均哪個比較好 欸...我剛剛在引誘你們 你們沒有想到數據分布問題嗎 我們之前在做那個Bench Normal來著的時候 我們不是就發現一件事情嗎 這個數據分布 數據分布不一樣 當你同一個 一堆變相 就是同一個FutureMap 或同一堆數字的時候 他的數據分布不一樣 單位不一樣的時候 會出問題 補0當然是沒有單位啦 好不好 所以是在那個嗎 在Bench Normal來之前 他自己是壞掉的 可是因為現在有Bench Normal來 所以還好 欸不是 是因為大部分 羅里森你現在 因為你Pepper看很多了 以前的Pepper在補0以前 都會先去平均啊 他的原圖就會去平均啊 所以他的0就是平均啊 所以他的0就是平均啊 補0絕對不會比較好 補0會毀掉那個 你只要這麼想就好了嗎 沒有information是0還是平均值 0不叫沒有information 這樣懂意思嗎 你不管有沒有Bench Normal來著 他出來的東西 0就是一個很恐怖的東西 但是啊 但是在那個就是 因為現在 在比較深層的網路中 大家都是用ReLU嘛 對不對 你如果用ReLU的話 你如果用ReLU當做這個 Output函數的時候 你ReLU完 那個0就是沒有information的意思 他就是 尤其是 現在大部分人都Bench Normal來著之後接ReLU Bench Normal來著那個0就是0 對不對 那個0就是平均啊 那他ReLU就是平均嘛對不對 那補0這個都沒有問題 所以他後面幾層 補0其實跟補平均意思是一樣的 對不對 可是在第一層第二層的時候 你可以試試看補0 跟補平均 補平均可能非常難做啦 好不好 那其實就是有沒有去平均的差別嘛 那有沒有去平均這件事情 很明顯嘛 去平均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補0沒有比較好喔 補0 補平均比較好喔 那補0 之所以可以Walk 那是因為0就是平均 所以我們換個講法喔 如果你今天用Padding這個技術 結果你的 非線性轉換函數 不是以0為中心的 對不對 比如說是Sigmoid 幾乎可以肯定會壞掉 對不對 可以做實驗 驗證一下我的話 對不對 對不對 可是如果是什麼 那個什麼雙正切函數 負1到1之間的 那這樣就還可以 對不對 如果是什麼那個 這個 relu那樣也可以 對不對 但是你可以試試看喔 這個 有些東西不能亂配喔 好不好 你用Padding這個技術的時候 你要知道這件事情 好我們繼續 那我們要實現 Padding的話 要怎麼做咧 還在這裡 這一個是我們上週用的Iterator 好 OfMiner用Added 好這個Arctitial這裡啊 重點在這裡 這個 這邊要有個Pad Pad1E 注意喔 這是一個額外的 Convolutional的這個參數喔 這個Pad1代表 上補1 就是 長補1 寬頁補1 那因為它是3乘3 所以 上下各補1 它就是周圍這樣繞1繞一圈喔 繞1繞一圈的話會有什麼效果 其實它是多了兩格對不對 這樣懂我意思嗎 它是多了兩格喔 這樣配吧 所以這個 你33就要配11 55就要配22 所以44要配多少 是不是沒有辦法 偶數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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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以後你們會發現 現在幾乎所有neural network 沒有出現偶數的卷積核 幾乎沒有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為什麼 因為它上跟下 它偶數它 偶數它 配定就必須取 它說偶數44好了對不對 它配定就是要3嘛 因為它減掉3的維度嘛對不對 它減掉3個單位嘛 但是3個單位你要 你的圖就不可能擺在正中間啊 這樣可以了解吧 所以現在幾乎都沒有 現在沒有什麼人在 幾乎沒有看過偶數的 偶數的卷積核喔 你用偶數的卷積核 你就不要想要用配定 這樣可以吧 好 這樣一路往下 所以這COMF2的結果跟PUR1 兩個就可以相加在一起 這樣懂嗎 好這樣往下喔 好 RUN 好我要用GPU啦 受不了它的速度啦 欸 怎麼會這樣 喔找不到檔案 喔因為在這裡 現在Lesson7了 欸 怎麼會這樣 喔我還沒存 好我不想等它啦 總之就是 總之就是可以WALK啦 好不好 這個 卷積 如果你要卷積的話 你要知道這邊加個PADDING喔 好不好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現在來 講一下加法有什麼問題 這個 這個 剛剛那個RESIDUAL RENDING喔 他確實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對不對 這個 呃這個 他解決了T度消失問題 那他唯一的問題啊 就是 維度每次做修正的時候 就沒辦法繼續使用 欸可是維度常會做修正耶 還記不記得 我們在 在那個多層感知器 好像維度比較不會做修正啦 因為你可以永遠都用 假如說10個 神經元啦 對不對 一直往下 可是那個 卷積 神經網路 不是有一個LAYER 叫POOLIN LAYER嗎 還記得POOLIN LAYER嗎 POOLIN LAYER不是會把維度減半 甚至 減再更多一點都可能嗎 對不對 那每次維度一做修正 卷積核 是不是就沒有辦法用 沒有 是不是就沒有辦法用這個 RESIDUAL RENDING了 就沒辦法加了 對不對 這是不是一個大問題 而且 最重要的可能還不是 維度修正的時候造成的這個 就是 造成這個issue喔 最重要的是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整個網路需要優化的參數 非常的多 我們現在來想一下 我們現在來看後面這個 假設今天 我們把這個插掉 假設今天我們有一個網路啊 這個DATA進來 下來 是一個FC1 對不對 然後N等於100 好不好 這樣N等於100 這樣可以嗎 然後 接著 換上去 好 REDU 然後 PLUS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個 這個 不是對FC1 它對DATA 這樣一直往下 好FC2 100等於10 這樣可以嗎 一直往下對不對 好這樣子 一個FC2 要浪費多少 100 這樣一個FC2 要浪費多少 這個 要浪費多少這個參數 要有多少代解的參數 是不是1萬個 這邊是不是有1萬個代解的參數要求 這樣可以嗎 1萬個代解的參數要求 1萬個代解的參數 跌的很爽 對不對 可是每多一層 就要多1萬個代解的參數 而且這裡如果不是100 如果這邊是1000 每多一層 就要多100萬個代解的參數 100萬個代解的參數 你知道多什麼 通常 樣本數跟代解的參數 過度擬核的關係是什麼 樣本數跟代解的參數 樣本數希望比代解的參數多嘛 當然 在深度學習的世界裡面 樣本數幾乎不可能比代解參數多 好不好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沒有人在叫這個了 我們現在解決的方法都是什麼 正則化啊 drop out啊 什麼data augmentation啊 對不對 去增加一些虛擬的樣本數 這樣懂嗎 只要不要把圖 左側變換啊 什麼沒的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可是問題是 參數多那麼多還是不好 對不對 所以它是不是很浪費運算資源 沒有什麼效果 而且搞了半天 你跌到最後一層 其實只有最後一層 那個在做現金預測 中間其實都是做一些很微小的修正 你都在修正殘差嘛對不對 搞不好你的任務很簡單啊 就像說你設計了一千層的網路 會不會你的任務其實很簡單啊 其實用三層就夠了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有沒有這種可能 你在做之前你知道你的網路 就是你知道幾層 你的網路 你的任務其實是簡單的還在哪裡嗎 你不知道 對不對 那我們再講更靠北的例子 這個 會不會你的任務裡面有著簡單 就有著哪 就是 假如說你現在要做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這篇paper 這篇paper 它提出的叫 這個 Densely Connected 這篇paper 這個 他的idea 我沒有把他的圖留下來 真是可惜 好吧 有時候你的任務裡面 覺得說叫你分類是狗還是貓 簡不簡單 簡單嘛 對不對 叫你分類哪一種狗 這個就難嘛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你的一整個任務裡面 就有難有簡單 對不對 那對於簡單來講 我們可以用淺層的 輸出 可能就可以當結果 對不對 對於難的來講 可能要比較往後的輸出 才可以當結果 這個是不是很像 那個第一篇 那個前面那個 Google的那個解法 有一些地方用淺層 有一些地方用深層網路 可是有一個問題 Google那篇paper 他那個浪打 是不是我們預先指定的 沒辦法調整 我們有沒有可能讓他自己去學啊 自己去學那個浪打 可以啊 當然可以自己去學那個浪打 可是自己去學那個浪打之後 整個網路是固定的 也就是整個網路的任務 全部都要用A 全部都要用同一個浪打參數 所以我們有可能 某一些任務用淺層 某一些任務用A浪打 某一些任務用B浪打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他idea這樣來的喔 就是 某一些任務 我用比較淺層的 比較淺層的結果 那某一些任務 我用比較深層的結果 這樣可以嗎 所以他提出了這個 Dense Connected 他的解法是這個樣子 來看著喔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你必須要給這個 這個東西 我們現在叫他 這個東西我們現在叫他 short cut short cut的捷徑 好不好 這個捷徑 我們必須 我們的arch teacher 裡面 必須要有short cut 否則梯度無法傳到最前面 你就沒有辦法疊出一個 無限成深的網路 至少理論上要無限成深 好不好 現在的網路動不動就 幾十上百層嘛 對不對 為什麼現在的網路動不動就幾十上百層 因為這個有了這樣的技術以後 我們已經至少確定一件事情 這個50層深的網路一定比20層深的網路好 有可能一樣但絕對不可能變比較差 所以我有運算資源的時候 我就會疊一個很深的網路 讓他去做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說阿 我們剛剛用加的對不對 他有一種方法 叫做串聯的 就是本來阿 這一個矩陣 這個矩陣本來長這樣 這個矩陣本來長N乘以5 然後這邊有另外一個矩陣是N乘以6 我們可以直接把這兩個合併阿 這R裡面有函數要Cbine的嘛 對不對 Cbine是不是直接把這兩個函數變成N乘以11 然後這一個部分 這個部分 在這裡 這個部分 在這裡 這樣不就好了嗎 好這樣一路往下 如果你連續堆疊的話 如果你一路往下連續堆疊的話 這邊假設是淺層的 這邊是有飛行線轉換深層的對不對 那你一路往下疊的話 你下次疊的時候 是不是這又是input了 然後他再疊一個 他再疊一個行動域進來 只要他再疊一個東西進來 他再疊一個行動域進來 這樣可以嗎 然後在下一層的時候 他再疊一個行動域進來 所以這個東西 永遠都有第一層的東西 對不對 這個永遠都有第一層的東西 然後第二層的東西 第三層的東西 那這樣子最後我在做 saltmax output的時候 是不是 這裡每一個 參數我都可以用到 每一個參數我都可以用到 意思是什麼呢 我的神經網路可以自己去決定說 我的哪一個任務 要偏重 要用哪一層的information 這樣知道嗎 因為他一層可往下疊嘛 對不對 那他的梯度傳導同樣不會有問題 這樣懂意思嗎 這就是dance-net的好處 就是dance-connected的好處 residual有residual的好處 dance-connected有dance-connected的好處 比較快嗎 比較快 比較快 快在哪裡 運算的時候比較快 運算的時候比較快 他講也是對 只有運 還有想要 就是 就是 他這樣是保留之前的特徵 然後人生就學的比較不一樣 他是學那個額外的特徵 他也會多一些額外的特徵啊 只是說 而且 他多出來額外的特徵 不見得比較差啊 你覺得太差 你覺得那邊數字大一點 對不對 就是 他可以每一層都疊 一樣也疊一把 這樣子 到最後變很大 這樣子 不過運算速度比較快 是真的啊 好不好 那個shape改變 對運算速度是很大的 你們 你們只要這樣想就好了 在記憶體裡面 如果是shape一樣 假如說數字是一樣的 數字的位元素是一樣的 我只是把他換掉 這樣比較快 還是要改一個shape 改一個shape的話 你知道為什麼 記憶體 為什麼在記憶體裡面 加法會比這個 你看起來 這樣子疊好像很快 對不對 但在記憶體裡面 他長的是這個樣子啊 他可能這樣 這是 我一個圈圈是一個位元這樣 一個圈圈是一個位元 今天他第一個矩陣放這裡 第二個矩陣放這裡 第三個矩陣放這裡 他第一個矩陣要變大的時候 他有辦法變大嗎 他變大了不就把旁邊洗掉了嗎 所以他沒有辦法變大 所以說 他唯一可行的做法 就是這個就不要了 然後我在旁邊再開一個新的 然後是一個比較大的 所以 他對記憶體非常的浪費 就是dense connected 這個 看起來參數變少了 好像你論上運算速度會比較快 實際上不會 那跟電腦的特性有關係 這樣知道嗎 這個 這個大概只有羅尾神會啊 這個 這個 其他人不會是正常的 因為你們不知道電腦會長什麼樣子 好 那 他的這個 這是我們 這個代表矩陣的病人 好不好 這個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 反正這個梯度 這個梯度一定就是可以傳的過去嘛 對不對 在R裡面 我們要怎麼改咧 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改 我們在Iterator這裡 再把它修正一下 這個是原來的Iterator OpMiner的部分 再把它換回SGD 好 我們來看Architecture的部分 Architecture的部分 本來 這裡不是Plus嗎 它改成了Concate Concate Concate是把 這兩個把它並連起來 這樣懂嗎 並連起來之後 變成Concate2 Concate2繼續 所以它跟 residual net 非常像對不對 唯一不一樣的地方 在哪裡 你現在我是不是很調皮 第一層 三個隱藏層 四個神經元 五個神經元 六個神經元 七個神經元 八個神經元 非常的調皮對不對 但它就是可以做 但如果你實際上是用加的 就沒辦法做了 當然這是一個很調皮的例子 這樣可以嗎 好那我們來試著做做看 同樣的 它的優化效率也非常的快 看到了嗎 它的優化效率也非常的快 好 這個Predict我就不做了 所以這個Dense Connected 這個 它的這個 運用方法 這個大概了解了吧 對 它跟residual net非常的像 只是差別在 一個是用Plus 一個是Concate 你們有沒有覺得 這樣子就發一篇 paper 好像 沒什麼了不起 有沒有覺得 有沒有覺得 有沒有有這種感覺的 林子 你有沒有什麼comment想要說 那個時代沒有很久欸 那個時代 那個時代 蛤那個時代 你現在還 這片什麼時候啊 欸這片我們看一下 它引用幾次好不好 比較少啦 還不到一萬這樣子 這個在那個時代啊 好吧 所以對於來講 三年前已經上個時代還是 是不是 蛤 所以你覺得 把這個東西合在一起 真的是一個很突破性的發展 或者說想到加法是很突破的發展 現在看起來才好 看起來才好 所以你有沒有覺得 那個時候研究者 都 三年前的研究者 全部都是一群智障 連個加法還想不到 你有沒有這種感覺 這也不敢講 欸我就是那個智障啊 欸是智障的人很多啦 好不好 這個 我就是 這個 這種東西 欸我可以跟你們講 就是這個 那個 那個時候要解決這個問題 想出來花樣可多了 你看那個 第一篇 Google那個 Paper 它花樣是不是看起來 比後面的 看起來更花俏一點 對不對 你們有沒有覺得更花俏一點 但是你看它的解決方法 解決效率最差的 後面這個解決效率 解決效率就真是高這樣子 這樣懂嗎 尤其是加法這一個啦 加法這一個實在太突破了 你們如果有機會看到以前的paper 你們就會知道以前 以前的人為了去創造這個 shortcut 的花樣有多少這樣子 然後通都失敗了這樣子 原來用加法 好 那我們現在 試著請你練習3 我們讓你再做一次 一樣 重現剛剛如果 欸這一次你當然可以看答案啦 好不好 但如果可以的話 你可以抄一下這個練習2的答案 你如果用練習2的答案來改 然後改成功 這樣子的話 你應該會非常的有這個 非常的有這個就是 呃成就感 好不好 你試著做一下 用練習2的答案 然後改出練習3的答案 我們現在33分 我們給大家做 7分鐘好了 好不好 7分鐘 好12分鐘好了 欸我看一下 呃 好12分鐘好了 因為等一下 最後一個小節比較簡單 好啦 這個部分的這個練習 你們就複製貼上就好啦 這個重點就是 contact的部分 是用cbind的嘛 對不對 cbind的就可以解決了 好 好兩個答案一模一樣 欸靠 怎麼會不一樣 太不給面子了吧 喔 因為predict1還沒有做啊 好這樣子兩個就一模一樣啦 好這樣子兩個就一模一樣啦 這個那我們就不管啦 繼續 好那我們講一下 我們現在 最重要核心武器都已經講完了 這個最重要兩個就是 Dance Connection 跟這個 跟那個 Recidual Net 然後這兩篇paper出來以後 就開始有一堆 人開始發揮自己的創意啊 什麼Duel Pass啊 把兩個合在一起啊 又用 又用 Dance Connection 這樣的技術啊 對不對 就開始發揮各種創意的 網路裡面 反正 有時候就用Dance Connection 有時候就用 Dance Connection 反正這種paper很多啦 這個 我們就不在討論範圍內啦 那我們現在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改變 損失 改變飛行率轉換函數 所以之前那個飛行率轉換函數 是不是我們從SIGMOID 改成REDU 就有一個很大的T2 優化效率的提升了 對不對 所以其實改變飛行率轉換函數 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法 那這個 你現在有一個 就是 這個我們就介紹一個就好啦 我們介紹一個叫 Liquid 這個REDU 這個損失函數 這個損失函數啊 就是 就是 當它是一個負數的時候 本來是直接歸零嘛 對不對 可是歸零會造成T2消失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故意把它 如果 小於0的地方 我們就乘上個比較小的數 主要我們不要乘0嘛 我們乘上個0.1 或0.25 這樣會不會就好了 對不對 0.25 這個同樣有飛線性的效果啊 但是 如果可以保留百分之四分之一的T度 四分之一的T度也非常多啊 這可以理解嗎 這個 它消失的效果就會少很多 所以說Liquid READU怎麼做咧 本來飛行運轉換函數在這裡 直接給它 SYMBOL.Liquid READU 然後 這裡SLOP給0.25 這樣子 這個就是一個Liquid READU的這個 損失函數 我們把Arctature這裡 把它換掉 換掉以後再RUN 哇太不給面子了吧 優化下來了 這樣可以嗎 Liquid READU就是 100代就上去了 這樣可以吧 我這邊給到是300代 它就可以優化成功 這樣可以嗎 Liquid READU 有Liquid READU的話 即使 如果你這邊是0的話 你應該是沒有辦法優化成功的喔 我們來試一下 好還是可以 但是它優化的速度就比較慢 到這裡已經28了嗎 對不對 到這裡30 所以它好了一點點 對不對 好這個真的就只好一點點啦 Liquid READU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好不好 我們來想一下 Liquid READU 如果你要Repeat的話 我們就不Repeat了 它重點只有這樣 就是 小於0的部分 我們本來是直接歸零 對不對 變成小於0的部分乘上0.25 它的Liquid READU只有這個做法 這個部分應該不用特別講解吧 有沒有人看不懂的 這個改變非限定損失函數 而且我用了例子 是一個非常簡單的 叫Liquid READU 這個部分沒有人看不懂吧 對不對 這邊 回去自己做實驗好不好 我們上課上的有點晚了 好 我們來今天做一個小結 今天是 T度消失嘛 對不對 T度消失 這個問題 到底有多少種解決方案呢 來看一下 第一個 改變非限定轉換數 ReADU Liquid READU 第二個 數據標準化 Bench Nomization 第三個 優化手段 CADEN T代SGD 第四個 改寫損失函數 殘大平方合適到Cross Entropy 對不對 還有直通通道等等 直通通道是講說第一篇那個Paper Google那篇Paper 最後一個 改變Architecture Residual Learning Dense Connection 所以說 這幾個方法通都可以拿來解決T度消失問題 當然最有效的就是最後一個 改變網路結構 Architecture的部分改變 這個改變Architecture就是萬用解法啦 所以現在這個 沒有Paper 不用 Residual Learning Dense Connection 那這兩個東西 又是2016年之後才出現的 對不對 你知道這暗示了什麼事嗎 如果你看到一篇Paper是2015年的 它Performance通常不會太好 這樣知道嗎 因為 有這兩個技術跟沒有 有這兩個技術跟沒有這兩個技術 差別實在是太大了 所以 這個 現在在 最近在發展這個Deep Learning 在這個 就是 任何領域上 都是因為有新的工具嘛 對不對 所以說 而在任何領域上幾乎都是要把所有的Model都翻新一輪 所以現在這種Paper才有很多 所以說 我們今天上課都上到這裡 有沒有問題 對T度消失問題 我們剩全中初始化問題 但是全中初始化問題我們不會講特別深 我們只會講一點點 因為這很難 好不好 過度擬核T度消失都解決了 剩全中初始化對不對 那這樣子對深度學習應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了 這樣可以吧 好那那個 那個 呃 就是 呃 我們下一節課上課的時候 原則上那個 就是 應該每個人都要可以登錄伺服器啊 不然的話那個 我們務必在上課前解決這個問題 不然的話那個 呃 後面的那個實驗 我們要開始用大網路了 那個大網路沒有伺服器 你們的電腦是沒有辦法撐得住的 這樣可以吧 好那 那有沒有人要問問題的 好沒有沒有就下課啦